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因为小时候学走路就常跌倒 所以那时候就会想 就想说怪怪的 然后去做各种检查 应该是大概三岁这时候 才知道得到这个疾病 三岁以后的园林肌肉萎缩情况 越来越明显 直到国三 双脚力量逐渐薄弱 才开始坐上纹椅 国三那时候会不愿意坐 以后你就会觉得说 自己好像跟其他同学不一样 就也想要用走的 想说我还可以慢慢走 为什么要坐轮椅 从自己走路到靠轮椅 代步 袁宁经过一段不适应期 在一次跟朋友的互动中 袁宁开始真正接受自己 我觉得同学的态度改变我很多 他不会介意别人的眼光 他也不会介意推着这样的我 从那个时间点 我觉得我好像 我可以愿意接受 我坐轮椅这件事情 愿意接受自己 这一个部分 正面的态度 让袁宁活得更自在 现在的他不但是 中山大学的大四山 上下课更是靠自己完成 袁宁从得知病症时的担心害怕 到现在的乐观面对 一路上正面文量的累积 全是靠身边亲朋好友的支持 在家中跟自己情况一样的 还有个年纪相差 三岁的弟弟 两个人的共同点 除了乐观还是乐观 对未来 袁宁要把目标 放在考取公务员上 希望用自己的所学 来帮助更多的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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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